烈日当空 小小的长洲岛到处挤满了人 其中一个重头戏就是来欣赏 一年一度的飘射巡游 那巡游路线和以往一样 都是从北地庙出发 最后到达天后庙 历史约两个小时 有小朋友扮演的飘射人物 内容讽刺实弊 有扮演特首林郑月娥 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讽刺派遣不均 民怨沸腾 有戏剧和电影角色 还有为香港争光的女子 桌球世界第一吴安怡 及单车冠军李贵师等 好点 喜不喜欢参加飘食 喜欢 因为我们可以摄影到 有很多人不安逸 除了18组飘色 还有五龙五尸等 市民一家大小看得非常开心 很特别 看到小朋友可以 不知道坐定单脚棋在那儿 是咯 还有些音乐队那些音乐都好听 这个寺人其实大陆 好少地方有 这里就扮得比较热热 好热热 比较多花粉台 除了看贴色外 这家40年老子号品家 卖出约2万个平安包 今年还增加了新品种 可爱的Hello Kitty公仔款 大平精照的灵魂是平安两个字 所以那些人刚刚说过 就是吃了平安包会觉得是很平安 晚上的抢包山比赛 由七届包山王郭嘉明残联冠军 胡尹云赢得包山后 飘色巡游 源于清朝 居民向北地祈福 并奉北地神像游行 义震得以消除 平安包是祭祀北地之用 常州人相信 抢得包山上的平安包 可以保平安 新唐人记者梁珍 曾莲 宋碧龙香港报道